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炎 欢迎来到我的平台游戏控制器教程 本期的主要内容是状态机的基础知识 我们将讲解什么是状态机设计模式 并构建一个基础的状态机系统 状态机是在信息科学领域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词汇 它的全称为有限状态自动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它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机器 而是对现实事物运行规律的抽象描述 或者说数学模型 那么它描述的是什么呢 既然是状态机 它描述的自然是事物的状态 我们来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比如我们的电灯 它有开和关两种状态 当它处于关闭状态时 我们按下开关 它就被切换到开启状态 而当它处于开启状态时 我们再次按下开关 它则会被切换到关闭状态 在比如门 同样有开启和关闭两种状态 当我们按下开关时 它同样会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之间互相切换 在Unity引擎中 状态机的运用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Elimator动画器 当我们给某个对象制作动画时 会发现对象往往拥有多个动画状态 而在游戏的运行过程中 对象却只会播放动画器中的一个动画 也就是说它只会处于一个状态 这就是状态机运用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呢 到这里 我们可以给状态机下个定义 所谓的状态机 就是用来描述对象不同状态之间 如何互相转换的一个数学模型 在实际编程中 我们将这种数学模型的运用 称为状态机设计模式 或者简单地称为状态模式 当我们在开始写代码之前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事物 也就是我们所面向的对象的发展过程 划办为一个个不同阶段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一一边写这些状态 各自的逻辑 OK我们简单了解了什么是状态机 接下来我们来构建一个基础的状态机系统 我们先创建状态机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状态类 在StateMachineBase文件夹底下 我们右键创建一个名为 I-State的C-Shop文件 将它打开 大家看到这个文件以I开头时 应该可以了解到 I-State将会是一个接口 我们删除MonoBehaviour继承关系 并且将Class关键字 换成Interface关键字 通过这个接口 我们将定义一个状态必有的几个方法 这几个方法分别是 状态的进入Enter 状态的退出Exit 状态的逻辑更新 RogicUpdate 并且由于我们的项目将通过钢体来模拟物体的运动 因此状态还必须有一个物理更新 PhysicUpdate 这是个方法定义了我们这个项目中一个完整的状态 OK 这个接口我们就写好了 回到编辑器 我们再来创建基础状态机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零件 也就是状态机这个类本身 我们在Base文件夹底下才创建一个CSOP文件 名为StateMachine 将它打开 状态机类的功能主要有两点 第一 它持有所有的状态类 并对它们进行管理和切换 第二 它不择进行当前状态的更新 我们先实现它的第二个功能 声明一个虚有的I-State变量 名为CurrentState当前状态 然后在状态机类本身的Update和BasedUpdate函数中 我们分别进行当前状态的逻辑更新 以及物理更新 然后我们来实现当前状态的启动 声明一个方法名为SwitchOn启动 我们将会在这个类的类类中 都要用这个方法 因此给它添加Protected就适合 这个方法接受一个I-State参数 名为NewState用来传递新的状态 方法的内容很简单 我们将当前状态的值设为新状态 然后都要用当前状态的Enter函数来启动它 这样状态机就会开始对当前状态进行更新了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公有的方法 用来切换当前状态 这个方法我们就叫SwitchState 它同样拥有一个I-State参数 用来传递需要切换的新状态 而启动函数不同的是 当进行状态切换时 首先我们要先退出当前状态 因此我们调用它的Exit函数 然后我们再对当前状态重新进行布置并启动 这里的逻辑其实就是SwitchOn函数 因此我们调用它就可以了 这样状态的切换就完成了 OK 这样一个基础的状态机系统 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对基础状态机系统进行拓展 我们这个教程的主要内容 是运用状态机模式实现玩家控制 因此我们将集中在玩家这个对象的拓展上 我们在PlayerState文件夹底下 创建两个新的C下文件 首先是PlayerState Machine 玩家状态机类 然后是PlayerState 玩家状态类 先打开玩家状态类脚本 很明显的 我们将让它继承I-State接口 这里我还让它继承ScriptObject 可程序化对象 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管理 玩家的所有状态 使用IDE的快速修复功能 来实现I-State接口所需要的各个方法 暂时的这几个方法 我们留空就可以了 具体的逻辑 我们将在这个类的类类中去实现 因此我们再给这几个方法 Kanjara Virtual修饰符 让类类可以对它们进行重写 接下来我们示明两个组件引用变量 第一个是Animator动画器 我们需要它来进行动画的切换 第二个则是PlayerState Machine 玩家状态机类 我们则需要它来执行状态的切换 那么在哪里取得这两个组件的引用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名为Initialize的工友函数 专门用来确实化这几个组件 这个方法分别接收并传递这两个组件的参数 然后我们打开PlayState Machine玩家状态机脚本 很明显这个类将计成至State Machine基础状态机类 这个类将会挂载到玩家游戏对象上 因此我们将针对这一点 对基础状态机进行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各个状态所需要的几个组件 我们可以从这里取得 比如动画器组件 我们在Awake函数中 通过GetComProblemIntrusion函数 取得动画器组件 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对玩家的每个具体状态 进行出手法 暂时的 我们就先留下个笔记吧 OK 这两个类 我们就先写到这里 接下来是本期影片的小挑战 这是阿炎制作的 本项目所用到的 状态机系统 继承关系图 可以看到后面 我们还将创建玩家各个具体的状态 并让他们继承玩家状态类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样的继承关系呢 当然 这是为了让这个系统更具有拓展性 虽然在这个项目 我们针对的主要是玩家这个对象 看起来似乎是单线继承 但事实上 状态机还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实体上 比如敌人 NPC 甚至一些抽象系统上 本期的小挑战 就是研究这张继承关系图呢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尝试写几个具体的状态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链接中 找到这张图片 同样的 我会将它放在本项目的Github窗户中 本影片的内容就到这里 在下一期的影片中 我们将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 来实现玩家空闲与跑步 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 一种不使用状态机 也就是我们常规的方法 另一种 就将实际应用 本期构建的状态机系统 我们将通过比较这两种方法 来分析状态机的优缺点 还请大家继续支持 本教程不定期更新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的内容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观看本影片 我是阿安妍 我们下个视频见